第3場T.T.1對上SAN的比賽 OK 各位觀眾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第3場T.T.1對上SAN的比賽 那剛剛前面一場T.T.1已經輸掉了比賽 所以這張地圖 戰爭草原 戰爭平原 那是T.T.1所選擇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我覺得T.T.1選的其實還不錯 因為這張地圖呢 蟲隊神的時候 蟲族很難開分框 為什麼呢 因為兩位 兩邊 兩位的這個行走距離呢 兩位開始的行走距離 你看 連我用滑鼠 我用鍵盤呢 一下就到對方家裡 有沒有 那非常非常的快 那蟲族呢 自己的分框距離又遠 離自己的這個組框距離遠 所以呢 比較難做 在這張地圖上面呢 比較難做這個分框的動作 稍微比較難 那當然有些蟲族玩家還是很敢 還是有辦法 但是呢 會比較難喔 我覺得 那T.T.1呢 在這邊選擇這樣地圖 就是要看準的這個距離比較近 那他呢 這個神族呢 如果他的這個軍隊出動之後呢 這個蟲族會比較難做 難趕快補兵來做防守喔 那我們就要來看這場呢 會不會是像這樣的比賽 我們呢 Sam在這邊 人口在12的時候呢 下下了狗池 非常早下了狗池 這個狗池呢 也是下了很對喔 因為 你知道 這個地圖很小 很容易被做快攻 T.T.1在這邊有一隻探測機 要來防止任何的這個 開礦的可能性 那麼 T.T.1呢 在這邊也是 蓋下了傳送門 繼續的 繼續的 繼續的有在生這個探測機啊 好 這邊呢 呃 狗池目前的進度呢 已經到了百分之八十左右 百分之八十 差不多 那 Sam呢 有持續的在補公兵 持續的在補王蟲 目前人口到15 到15的時候 補王蟲呢 是還蠻就是標準的這個 蟲族開局的方式 那麼 等一下就要來看看 等一下王蟲補出來 呃 狗池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來蓋小狗 或者是還有這個後蟲 那這個錢呢 會差不多 那麼我們T.T.1呢 在這邊補下另外一個水晶塔 那應該是等一下呢 就會來蓋 蓋下BY 有沒有BY 好 這邊呢 蓋下了第一個這個BY 呃 也只有一個BY啦 就是機械控制核心 那BY 通常不會有人蓋兩個 除非你是要升空中的單位 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 Sed呢 在這邊 呃 蓋 呃 可能是不是要準備來開分框了 好 開下了分框 開下了分框 我們的T.T.1呢 也是 一目了然喔 在這邊看到了喔 那麼 我不是很確定這個方式好不好 如果 如果Sed呢 在這邊 先用小狗把他的這個弓兵趕走 然後弓兵呢 再出來 呃 蓋分框的話呢 似乎會比較好一點 對我們對方呢 來講會比較好 哇 我們Sed呢 這邊忘記拉走這隻 這隻 王蟲有沒有拉 這隻王蟲不趕快拉嗎 這隻王蟲 好 現在準備拉了 好 那還好呢 等一下這個追劣者出來 應該就比較不會那麼危險 那Sed呢 這個時候呢 持續還是有在補 他的弓兵呢 已經到了兩排 那麼 呃 目前呢 人口在這個21 蓋下了一個地勢 那麼有繼續在蓋 王蟲 這個王蟲剛出來拉 然後呢 繼續在蓋後蟲 那這個 等一下這隻後蟲呢 就可以到二礦來做幫忙 蜂幼蟲的這個動作了 好 這邊是2BG 那這個時候呢 TT1這邊用了加速 來下在2BG上面喔 這樣子的話 這個TT1的這個出兵速度會比較快 我覺得TT1現在其實差不多要推了 他是不是準備要推了 好 這個時間點算得非常非常的好 蟲族這個時候呢 呃 很多蟲族這個時候都還在補這個工兵 我們Sed呢 這個時候已經下下了六隻小狗 六隻小狗應該是快要過來了 然後 同時呢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地次 地次快要過來了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TT1已經到了門口 T1呢 這個時候準備要來 哇天啊 是要來封門嗎 封門 封門 哇天啊 封門了 封住門了 哇 不會吧 那我們這個 呃 這個真的是 差幾幾幾秒鐘而已喔 好 這個時候呢 呃 我不知道 不是很確定為什麼 他把這個取消了 有可能是因為血塊沒有了 但是呢 呃 在這邊下了另外一個水晶塔 讓我們的這個小狗沒有辦法 或者是這個不管是小狗還是厚蟲呢 沒有辦法來做包圍的動作 這隻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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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隻厚蟲還是那隻可以補血的厚蟲喔 被打掉了 那這個時候呢 Sed呢 在這邊麻煩了 呃 目前 好 這個地次也是被打掉了 那這個時候小狗也是不夠 好 我們就來看Sed在這邊有沒有辦法防守了 那Sed呢 哇 天啊 T1這個水晶塔下來很漂亮喔 這個建築呢 可以學一下 它這樣子的話 讓我們的蟲蟲 沒有辦法很漂亮的來做這個分礦動作 好 我們這 呃 對啊 然後 沒有辦法來做包圍的動作啦 那這個時候呢 Sed有更多小狗蓋出來 這邊還有另外另外兩隻小狗 好 後蟲還有這邊有非常多的這個小狗 然後還有這個工兵 有幾隻工兵喔 都一起一起過來了 要來做幫忙的動作 天啊 T1這個時候優勢就很大 他就一直在推 然後現在呢 這個 呃 空間之門已經好了 他可以開始傳送兵了 我們Sed在這邊就有點麻煩了喔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呢 這樣地圖實在是太小了 呃 神族呢 出了兩三隻兵 就直接推到對方家裡了 那麼 我們就要來看這邊的 看這邊 呃 Sed呢 會怎麼防了 我們Sed呢 在這邊惡寶又很麻煩了 哇 這邊實在是很難擋喔 Sed呢 這邊蓋出了更多更多的小狗 好 這個後蟲也是被打掉了 哇 我們Sed在這邊喊出了GG Well played 那 Well played 就是說 打得很好喔 那麼 這個呢 就是我們Sed呢 所有的比賽 在這邊呢 Sed掉到了敗部 那麼敗部呢 還有幾場 所以呢 這個是所有Sed在這個聖部的比賽啦 那麼我們就再來呢 就會看到這個Sed呢 在敗部的比賽喔 那麼 這是第三場 也是TT1呢 對上Sed的這個最後一場 那我們TT1呢 同樣也是Sed的隊友 Fanatic的這個中隊的隊友呢 呃 恭喜 也是恭喜他進擊喔 那Sed呢 在這邊很可惜 就是掉到敗部 那麼 比賽結束 我是Beta 我們就下次見啦 這個神族玩家呢 在這張地圖上可以好好參考一下這個 這個TT1的打法 那Sed呢 在這邊開出的分框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喔 這個分框實在是太難防守了 那麼最後呢 也是失守 好吧 那麼 比賽結束了 我是Beta 我們就下次見啦 記得訂閱BetaStarCraft 掰掰